你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马云经常脱俏 中共担心出现第二个郭文贵 众所周知 马云被习近平修理 因为马云搞马一金服 让习近平感觉到已经构成威胁 因为马一金服里面有大量的中共高干 形成了中共内部的一个利益集团 而习近平担心这个集团 作为江派的一个集团 将来可能形成了一种政治势力 危及习近平的政权 所以说他就对马云下手 马云被非法拘禁了一段时间 可能受到过折磨 而且后来侥幸离开了习近平的魔掌 但仍然在中国境内 很长时间不敢出声 但是马云最终可能通过江派的 江泽民的关系 比如说江派一些人纷纷给他说情 他也拼命的示弱示软 并且也交出了很多钱 也拿出了大笔的钱来收买习近平 以及身边的大手 所以最终马云获得了一定的人生自由 然后马云就想方设法寻找借口出国 他当然理由冠冕堂皇 现在中国经济困难 他需要出去招商引资 把资金弄到中国来 帮助中国发展经济 当然帮他说情的那些人 都是拿了他的钱 最终马云获得了批准 据说先去了西班牙 在那个地方装模作样的 说考察跟欧洲的财团联络 后来半年前 突然又去了日本 说看来还得从日本搞钱 马云毕竟跟日本的关系比较密切 比如说软银集团的深圳义 其实主要是靠马云的阿里巴巴发了财 虽然说深圳义现在处境不佳 但是他在美国朝野都有雄厚的关系 马云去以后名义上是找他投资 但实际上深圳义自顾不下 哪里还得帮马云搞钱呢 其实马云玩的是金蝉脱鞘 而且西班牙日本跑了两趟 中共对他的警惕也降低了 中共当然不含糊 据说派去了十几个人跟随着他 加上马云其他的亲信 实际上也都暗中被中共收买 这个都是常态 一般来说中共对于像马云这样的 别说马云了 就是地方的一个 比如说房地产老板 哪怕你是合肥式的一个房地产老板 中共都会在你身边安排五六个七八个 甚至十来个人来监控你 就防止你突然逃跑 因为这是习近平习惯的做法 就是维稳模式 也就是说这些大老板 你的秘书 你的办公室主任 你的情人 甚至你的兄弟都会经常监视你 甚至你身边的那些最亲密的朋友 可能都有监控你的责任 也就是说经常约你去打牌 洗澡 泡牛 在一起吃喝玩乐 但实际上他们都充当监视者 这是中共的惯例 中共这一套玩的是非常烂熟的 因为他知道有一些人跑不掉 有一些人不需要跑 有一些人会冒充朋友接近你 其实目的都是为了监控你 马云当然心知肚明 因为马云虽然并不是什么好鸟 但是他多少智商还是过得了关的 所以马云对这一切心知肚明 我能够想象马云是怎么脱身的 比如说到了日本之后 他找到他最信赖的深圳裔 因为两人毕竟有重大的利益关系 甚至马云出售一些股票筹集资金 恐怕也都是找深圳裔帮忙 然后马云可以把一些 告诉深圳裔营救自己 比如说利用两人能够偷偷交谈的机会 比如说在某些角落 或者什么的 在周围的人无法监控的情况下 或者递小纸条给深圳裔 深圳裔就做出安排 比如说有一天 马云正在酒店里 他住的豪华酒店里等待深圳裔 深圳裔没想来的时候 不是平时带着两三个保镖 而是突然带来了十来个保镖 这些保镖马上就把 马云跟他身边的那些监视者隔离起来 他们身边的人想闹事 但是发现深圳裔这回带来的保镖 跟以前不一样 甚至身上可能都带着手枪 另外深圳裔可能也跟酒店的高管 突然打招呼 说他来了 必须保护 因此酒店可能安排他们的警察也突然出现 再有日本警察也可能突然出现 也就是说 这三波力量足以能够让马云身边的那些保镖 突然都不敢动作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这个 深圳裔带走了马云 然后呢 马云就失控了 当然这些保镖呢 他们害怕承担责任 他们会回到国内呢 添油加醋 然后呢 说他们会寻找马云 但是据说找了几个月 也没有找到 马云最终不得不回国 因为经费也用光了 回国之后呢 据说当局呢 直接地把他们从机场拉走 拉到一个地方进行隔离 软禁 进行审讯 据说呢 他们的家人呢 也都被限制自由消息 之所以现在才传出来 那是因为呢 他们家人害怕 一开始不敢传 现在一看家人长期不见 因为他们负有重大的责任 你把马云给跟丢了 而且也没能把马云给搞回国 当局当然怀疑 他们是被马云收买了 是串通一气 帮助马云逃跑 当局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当局非常担心 马云有可能成为第二个郭文贵 马云呢 如果成决心造反的话 那么他的能量呢 要超过郭文贵一百倍 因为他跟中共上层的关系 太密切了 也就无论他的资金量 无论他的能量 都是可以说是郭文贵的一百倍 所以呢 中共现在呢 是非常担心 而且马云呢甚至能够了解 中共习近平呀 江泽民呀 很多异乎寻常的内幕 另外呢 就是胡锡进诉苦天天发烧 竟然乐坏网友成了网络取势 胡锡进21日 在他的微博上发文 自称呢 说老胡的情况不是太好 高烧之后又经历了连续四天的低烧 都是上午退烧 下午呢 晚上又发起烧来 对于胡锡进的这一消息 短短三个小时就有两点六万人点赞 六千多人进行了回复 网友们纷纷挖苦胡锡进说 啊 墙头草 胡锡公 别怕 还有人提醒 大家呢 别中了老胡的苦肉剂 他是在故意卖产 骗关注 当然 大部分网友都是幸灾乐祸 他们巴本能得胡锡进高烧四十二度 家人急急忙忙连夜 把他送到医院 发现又没有医生护士抢救 最后凄凉的横死在医院的大厅里 更惨的是呢 胡锡进死后呢 还进不了医院的太平间 拉到殡仪馆也被拒收 家人走投无路 最后只能把胡锡进的尸体呢 遗弃在垃圾堆里面 然后呢 被野狗吃了 因为呢 他们家人要想把胡锡进的遗体 拉回到他们住在的那个小区大院 门卫肯定不允许 除非呢 他们贿赂一大笔钱 所以胡锡进呢 在国内早晚是这种结局 其实这种结局呢 正是投共的结局 当年夹边沟死去的那些人 那几千人 被同伴们吃掉的那些人 实际上也都跟胡锡进差不了多少 另外就是德国人考虑 切断往来中国的航班 现在呢 越来越多的国家呢 正在停止给中国人签证 因为他们害怕 中国的新型病毒 会进入他们的国家 危害他们的人民 现在呢 中国的疫情呢 更是引发了德国政界 更深层的担忧 德国在野党联盟党 也就是基督教民主联盟 外交政策发言人哈特 今天呢 终于发出呼吁 要求德国暂停所有与中国之间的航班 也就是彻底切断与中国的空中联系 哈特指出 中国政府错误的新冠政策 导致了中国的感染人数爆炸性增长 而新一波感染浪潮正在威胁整个世界 德国呢 不能重蹈三年前的负责 现在就应该彻底停止所有往来中国的航班 哈特表示 只有在确定中国没有新的危险的变种 毒株威胁时 才能考虑恢复同行 他主张 再次呢 向北京提出建议 要求中国施打更有效的莫德纳疫苗 而且呢 哈特还称习近平是独裁者 他说呢 习近平的傲慢 每天都在自己的国家里造成大量的生命损失 看来德国人要么不醒意醒过来都够狠的 比现在英美的态度还要强硬 另外呢 就是 今天的新闻暂时报道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